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蒋子的频道 这期视频素颜我们来上妆 这里面的所有的产品都是Issence家的 把Issence家的基本信息打在屏幕上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些东西呢,全部是Issence家的 有些呢,是我已经有很久的 有些呢,是我用过第二回的,回购的 有些呢,是完全不知道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要想知道我今天能化成什么样子呢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先来说它的primer 没用过,然后呢,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它呢,是Issence primer studio 然后rightness correcting and pore minimizing primer 就是它是绿色的,就像这个包装上这样 然后呢,它有去红修正肤色 然后有缩小毛孔的功效 我呢,这地方确实有一些泛红 就是跟那个一丝一丝的,像小鱼石似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鱼石 给大家看一下 哦呦,它是这样的,稍微带点绿 然后感觉它呢,就是没有那种硅感 就是感觉还是比较补水的 我们就涂到这儿 味道还是淡淡的清香 还是不错的 嗯,感觉还不错,吸收也挺快的 稍微有一点点黏,让它稍微吸收一下 我已经很久没拍视频了 你们过得还好吗 我之前上的好几个星期上的视频 都是我很久之前拍的 然后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你们的生活过得好吗 我呢,反正就是中等片下 不怎么好 Anyway,生活要继续嘛 然后呢,买了一个这个Foundation 是在Alta还是亚马逊上买的 它呢,是Pretty Natural Wow,Pretty Natural 那就意味着基本上没有遮瑕力了吧 Hydrating Foundation 然后里面还有如蕙 呃,补水 我的色号呢,是30 叫Natural Average 好吧,看它有什么功效 它有补水 然后还有,它有Longwear Formula 嗯,那就不知道了 然后呢,它还有Winless 就是感觉很轻薄 Anyway,谁知道呢 这个还没有打开 过这种管状的话还是不错的 这个色号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呢,也是会实测的 但是呢,我今天先来上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很有流动性 狠水,它一直都在流 但是感觉有一点点 白 不知道 我就 拿手 涂到脸上 然后我有打湿的美妆蛋 最近你们在看我的那个实测视频吧 哇,我感觉又买白了 但是不知道它会不会氧化 等实测视频你们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粉底 打湿的美妆蛋 也有淡淡的香味 遮瑕利目前看来中等片下巴 也就20% 最近下巴起痘 额头也起痘 最近睡眠一直不好 这个应该可以叠加 但是我在这里呢 就不敌加了吧 我今天也不出门 而我们这儿今天特别热 我们这儿今天36度 高温 但是过了今天就能好一点 就会变成30啊 32什么的 你们在我其他的视频 比如说温尔玛最便宜的视频 或者是奥塔最便宜的视频 的那些视频里 可能会看到过一些 iSense家的产品 iSense家的产品就是非常 性价比非常高 就这样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就是稍微 在镜头里感觉稍微偏白了点 但是它的 在镜头里 它的这个光泽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它的修正肤色的功效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在 就是在镜头里 但是我在镜子里看 就是没有觉得我的脸白 就是变白一个色号或者什么 感觉基本上差不多 然后它的这个斑啊 还有深深的痘印 基本上都在 就这个中等偏下 20% 30%的样子 然后我在镜子里 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光感 很有光泽度 但是在这个镜头里 感觉就是很有光泽度 总体来说 轻薄还是很轻薄的 然后这个毛孔遮的也还可以 但是可能是那个primer的作用 它的这个遮瑕力 黑眼圈都在 妈呀 没有感觉这个特别 就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就像他说的嘛 Pretty Natural 就是纯自然的那种面色的那种肤质的感觉 还是有的 接下来就是定妆粉饼 定妆粉饼 应该在很久之前的视频里 你们看着过它 这已经是我的第二块了 它的品牌家有很多定妆粉 但是我不想再要定妆粉了 因为我觉得定妆粉饼这个东西 用的会更快一点 定妆粉就是特别难给它用掉 不管它是多少克的 不管它是谁家的品牌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粉饼 这个呢 也是我的第二块 这个我之前用的时候呢 我就有说过它呢 就是价钱在哪儿便宜 就是它非粉 特别非粉 而且它很快很快 它就会建成铁皮 而且建了铁皮之后 它的每一块每一块 它就会散掉 而且大家也看到 它这个Issence家的这个包装 都是这种塑料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 透明的塑料质感的 它的这个塑料吧 还不是属于那种软塑料 它属于那种质感很好的塑料感 不对哦 上散粉之前 不都要遮瑕吗 遮瑕怎么可以忘记呢 尤其现在这个黑眼圈 遮瑕必须得遮一下 这个遮瑕你们看过很多次了 这个遮瑕呢 它是这个样子 它呢是 它在我两个视频都出现过 它的第一有Waterproof 在那个Waterproof挑战视频里出现过 第二呢 它也是比较便宜的遮瑕 可能在我的便宜 产品里出现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头 倒是蛮可爱的 跟一个小挖勺似的 哇 它有种香味 他们这个化妆品 目前三个用出来 primer和foundation 还有这个遮瑕 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 既然是这么白 就当眼下提亮了 它的这个遮黑眼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遮盖力还是可以的 很容易推开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长时间之后会不会有卡纹的现象 眼相提亮的好手啊这个是 你们那儿现在都是什么温度 我们这儿反正是很热了 你们觉得我推开了吗 我总感觉我在这个脸上没有推开这个遮瑕 当然我在镜头里看着还是行的 就是在镜子里看我这底下是推开的呀 但是在镜头里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卡在这儿没有推开 好难看呢 你们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都卡在这儿的 就是像就是感觉这个遮瑕把我的底妆都给带走了 你们也没有看到 而且我不小心碰到了这个鼻子上 你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感觉这个遮瑕把我的这个底妆都给带走了 这边脸还可以 但是这边就是基本上连人粉底都蹭掉了 你看我的这个地方很明显吧 这个在镜头里很明显 这个遮瑕太差了 这个遮瑕我可能就再试一次 然后我就不会再要它了 我以前用它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这个会这么差呢 它可能是和它本身的这个产品的底妆是不是 互相打架呀 我不行了 我必须得把这个眼睛这个地方整一下 天哪 这是一个失败的视频吗 这个也太难看了 一会上妆可怎么办 你们应该还能看到 这个地方真的是我已经补救很好了 但是还是感觉就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底妆的 像脱妆了似的 我在镜头里看的很明显 但在镜子里倒是看不太出来 它就相当于一个胶水 然后上到眼下之后呢 就是但凡上到它的这个地方呢 就跟黏住了似的 尤其在用这个美妆蛋 就是所有的包括primer 包括底妆粉底 包括这个遮瑕就全部搅在一起 然后全部粘掉 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怎么了 太难看了这个地方 但为什么我在镜子里看还可以呢 Anyway你们能忍受得了吗 也许上了散粉能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上散粉 刚才说了这个散粉 不揪一下我这个眼睛这儿 是不是就能好一点呢 就像一个好大的眼袋 感觉这个眼袋都掉到了这儿 这个遮瑕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用过这个遮瑕 遮瑕两次了 它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我可能没用的这么多 我可能用的都是比较少 我今天也不怎么出门 我就是拿这个定妆粉饼 稍微遮盖一下 这个上遮瑕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有所补救 然后遮一下这个毛孔地方 看它有没有感觉 但我记得这块粉饼 对遮盖毛孔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对控油也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是你有一个粉铺的话 就是你可以拿走 带在包里进行这个遮盖 压油光应该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呢 它是有写 就是all about matte 擦完了之后就变成雾面 它呢确实是 看我这脸上 现在在镜头里都看不到光泽感 我在镜子里更看不到光泽感 而且这个好像还有点变白 放白的 反正目前看来就是镜头里显得 我这个脸真的是好白 比我这脖子 最近这脖子老忘擦仿晒 脖子都晒黑了 接下来呢 画眉毛和口红 我有两款眉笔 一款呢是防水的 然后另一款应该是 性价比最高的那种的 还有个小梳子 然后这一款呢 它是没有梳子的 这个呢 它是纯笔状的 这是需要自己削的 所以说呢 我就用它这个小梳子 先来梳一下 今天我们用这个 没有带刷子的这个眉笔 我就喜欢看它有多长 我真是窄窄的 其实它特别细 知道吧 一碰肯定会断掉的 它呢有这么长 这个呢也是很快 就会被用掉的 画个眉毛 就不跟大家说了 我拿小梳子 梳一下 把眉头晕开 这个眉笔也简直了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太上色了 特别不新手友好 你们新手不要买它 上色度太太狠了 它这是什么色号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信息打在屏幕下方和信息栏里 然后这个是防水 防水那个视频里有 你们可以去感觉一下它防不防水 然后再就是它特别费 一个眉毛画完了就要扭出来很长一段 我觉得这个啊 这个眉笔我会很快很快就给用完了 估计画个最多最多 我觉得画个十次不到 它应该就肯定没了 然后有一个它家的make me brown 它是一个眉胶 是我在Alta买的时候 它赠送的 我们就简单感受一下这个眉胶 我已经很久没涂眉胶了 因为我感觉 我感觉有些眉笔它的定型能力和它的持久度还是很好的 所以说我就没用这个眉胶 但是这个呢就是i Brown Geo Mascara 就是让眉毛固定 就是形状会更好看一点 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接下来口红 然后买了一个它家的口红 这个是Essence 然后它的色号叫Happy 是02号 它的这个包装还是蛮好看的 白色的 它长这个样子 性价比也是很高 上面还有个鸭花 感觉是很适合秋冬 试一下 很顺滑 很绵密 颜色也蛮好看的 属于那种桃粉 带有红 红棕的那种感觉 哇 也有香 香甜的味道 这个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日常 夏天 都可以 冬天也可以 颜色还是不错的 OK 接下来我们画 面目 突然间变暗了 我就把背景灯打开了 刚才的那个光感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什么感觉 面目妆容 首先是修容 修容 哇 看 好大一块 比我手掌还要大 还要大出一块 这个是我的修容 这个跟我已经很久了 然后也是很多博主推荐过 一直放在我那 我在别的上妆视频里 应该也给大家看过这一块 特别大 性价比特别高 而且也是那种 和他的这款 粉饼 定妆粉 都是这种透明的 有很有质感的这个包装 这脸白的 多打点修容 然后也是特别非粉 他家的这个都会是比较非粉的 但是我不介意 哇 快给他打一打 显得脸那么白 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你们今年 2022年的目标 实现了多少呢 唉 我就不说我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 讲我这上半年 讲我这个2022年 都发生了什么 它的 这个也有种 那个coco nut的味道 椰子的那个味道 它和那个定妆粉饼 都是一个系列的 都属于 All matte All about matte 都是雾面的 这个花纹倒还是蛮好看 这一块粉饼的色号是01号 natural 好大一块 性价比超高 跟那个physician formula的那个 butter bronzer一样 性价比超高 然后接下来就是腮红 腮红这一块腮红我也有很久了 之前做了一个评价腮红的视频 然后那个我所有腮红的视频里应该也有它 也很非粉 然后也是这种透明塑料的包装 它呢 这个颜色属于玫瑰色 然后你们都要小心 就是特别上色 这个颜色呢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秋冬 不太适合这个夏天 我已经很久没化妆了 这个手法呀 有点不太显熟 再加上吧 这个镜头里啊 就是看我的那个遮瑕 已经毁了我的眼部的所有的妆容 哎 这个遮瑕简直是害死我了 这个遮瑕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以前也不这样呀 这个遮瑕感觉连这个腮红都上不上去 挺好的妆容 毁在了遮瑕上 高光买了一个他家的这个高光 属于烘焙高光里的 然后它是highlighter nude highlighter 它的色号是10号 be my highlight 10号 这个是我新买的 还没有打开 你们还想看什么视频呢 呦 这个总带胶带的 总是能把这上面弄得很脏 真的是 这个估计也非粉吧 呦 这个不怎么非粉 但是为什么我一用它就碎了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裂痕 我都没用过 怎么轻轻一碰它就裂了呢 那位打上看看 目前感觉就是粉质上是不够细腻 感觉就是 还是看惯了那个高 高档品牌的那个高光 你们应该有看到吧 镜头里看不出啥 但是我在镜子里和这个手上的这个质感 就是感觉它不够细腻 我就不明白它这个里面为什么裂了呢 太干了 好吧 你们看一下 看镜头里看还是很美的 这道光 颜色也还是很好的 你们就不要看我那个眼下的那个遮瑕了 简直了 它的这个粉质量 特别粗糙 OK 然后呢 就是眼影 赶紧把眼影画了 是不是对眼下遮瑕 能有点效果呢 买了一个小小的眼影盘 手掌似的 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这种 掌上的这种眼影盘 特别小 我买的4号是01号 Up for Coffee 这个呢是Coffee to Glow No Coffee to Glow 是咖啡盘 01号 给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还有一层膜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上面是什么 感觉就是放了几个小颗粒在上面 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又轻便又好 但是它呢就是没有镜子 但是这么一个平价的产品 再要个镜子 咱是不是要求过高了点 Wow I don't know what's there 它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一层油 就是像凡士林似的 透明的 然后里面放了几个这个小颗粒 咱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我们就先拿这个颜色上一下 眼部打底 再用这个最底下的这个颜色 加深在眼尾 打在眼尾 打在眼尾和眼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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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点下眼 下眼尾 然后我们给它晕开 晕开的程度还是不错的 晕开的程度还是不错的 一点 后三分之一处 然后我们给晕开 然后呢我太好奇这个颜色了 我直接拿手 把它打在眼中感受一下 先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这个颜色它是跟creamy巧克力似的 看它是什么颜色 颜色还是不错的 带颜色的闪 给它打在眼中 我们再用这个最底下的这个颜色 提亮一下眼头和画一下卧蚕 用铅笔是吧 刚才电池没电了 画完了眼 眼影 接下来我们画眼线 这是SNS家的一个眼线笔 它是个笔状的 它是这样的 它真的是一个笔 铅笔状的 我第一次用铅笔状的画眼线 不知道会画成什么样子 哇好疼啊 好扎呀 这个能画出眼尾吗 画出一点点 那我就不 不画眼尾了 这个可以是画内眼线吧 关键画内眼线它也太扎了 不喜欢 我没给画出来眼尾 因为它这个头是圆的 是这样圆头 我是怎么能画出那种尖尖的眼 眼线的眼尾呀 这个也不喜欢 我一般画眼尾都是画它的一半 一半的地方往后画 但是这个太扎了 我真的是不敢 我第一次用这种铅笔状的画眼线 就这样吧 不喜欢 不喜欢铅笔状的 接下来夹一下睫毛 马上回来 这个是它家的睫毛膏 它家睫毛膏的这个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形状也是蛮好看的 这个是Lash Princess 有牵肠的功效 of course它是大大的头 欧美系的嘛 然后我买的是黑色的 睫毛条件不好 感觉都干了 这个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你们要是在亚马逊上买一些化妆产品 尤其像这种睫毛膏啊 或者是液体眼线笔 就一定要小心 因为亚马逊上偶尔可能会给你一个 成年 老旧的 它这个睫毛膏就是 还是比较自然的 牵肠就是牵肠一点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不是说没有 但是就是还是感觉就是干 但是干呢也有干的好处 就是它不会湿湿的 然后使这个睫毛下垂 给你们看一下眼妆 这个睫毛简直了 条件太差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定妆喷雾 这个定妆喷雾我原来用过 因为它有写是waterproof的 我当然说它喷它就跟喷香水一样 整理一下头发马上回来 马上要剪头发了 这个头发现在都已经变得这么长 再看到下支视频指不定我都是短头发给你们拍了 哦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 面部的妆容 你们喜欢今天的妆容吗 忽略我这底下的痘 你可别说了这个痘 这个痘是我上一支实测视频 美拉尼应该这个视频先发吧 美拉尼的那个粉底上完了之后 我这就起了个痘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这几款essence家的化妆品 我都喜欢哪几样 首先呢这个primer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它不会是像法口精英那样的就是雾面那种规感 还是有一定的保湿效果的 但是它呢有修正肤色的效果 但是没有遮盖毛孔的缩小毛孔的效果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大毛孔依旧在 然后这个底妆foundation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瑕疵没有痘印 就是很没有瑕疵皮 有瑕疵皮就不推荐了 没有瑕疵皮你可以就是上它 就是还是有一种提亮肤色 有一种那种裸 那叫什么裸颜素颜对 还是有那种素颜的那种美感 这个foundation我还是蛮喜欢的 以后会给大家实测的 它家的这个修容我是一定一定推荐的 它家这个修容比较适合亚洲人 这个肤色的色号是01号natural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还是博主推荐还是推荐的很有道理的 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亚洲人的一个修容 再就是这个口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颜色就是可以日常上班 夏天也可以涂还是蛮好看的 挺提气色的 眉笔它这个眉笔虽然是不太适合新手 但是性价比特别高 而且画起来特别快 能勾勒出非常尖非常细的眉尾 这个我也是蛮喜欢的 再就是它赠送的这个眉胶也还是可以 如果你们有纹眉 你们就不用画眉毛的话 你们直接可以涂一下眉胶 让眉毛的颜色会稍微重一点 那就是瓦美了 其实它家的所有的这种粉状的 包括眼影在内所有的产品这种粉状的都是非粉的 所以说你如果你们就是特别防感非粉这个事情 你们就不要买它家的产品了 就是包括这个眼影啊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非粉的 然后说一下它家的这个眼影 它家的这个眼影 其实性价比虽然是很高吧 但是就是还是感觉 就像这个基本上就没什么用 画日常妆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你们是新手刚入行美妆界 你们可以拿它画个日常妆 或者画个什么妆容 还是很日常的一个颜色 Coffee的这个颜色还是很日常的 最后呢我们就来吐槽一下几样产品 第一样呢就是这个高光 它虽然是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我下刷具的第一笔它就裂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应该是质量的问题 然后呢就是这种笔状的 这个笔状的眉笔和笔状的这个铅笔状的 需要拿铅笔刀削的这个眼线笔 真的是我可能是没用习惯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这种眼线笔 就是pencil笔状的需要削的这个形式 包括眉笔和眼线笔我都不喜欢 可能以后不会再买这种眼线笔形式的了 再就是说他家的这个定妆喷雾 如果你们想让身上香香的 或者让脸上也香香的 香香一天你们就可以买它 它呢我在那个Waterproof那个Challenge Makeup Video里面 有说过它应该没有那种Waterproof的效果 但是它很香 虽然它有写18小时持妆 我没试过 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应该不会让妆容保持的很久 但是它太香了 如果你们对香味很敏感的话 千万不要买它 这就是香水喷到脸上 这个睫毛膏就是无功无过吧 性价比也还可以吧 就是它出水量不是很高 但是它就会使这个睫毛就一直保持在那里 就是不是像一般的欧美的那种睫毛膏 就是含的液体量在刷子上特别多 你刷上的同时这个睫毛就趴趴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呢还可以 我们来吐槽一下他家这个遮瑕 这个遮瑕到底怎么了呢 这个遮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以前用的时候 我在Waterproof的那个视频里也用过 然后在另一个视频里 评价好物的那个化妆品的视频里也用过 我的妈呀 我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它呢就是现在好像看不太出来了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我也是涂了遮瑕的 就是基本上它带走了我所有的底妆 涂上的一刹那 就是Beauty Blender 晕开的一刹那就是所有的底妆 就没有了 就是我的肤色了 我的皮肤就露出来了 我再给它一次机会 如果它不行的话 就拜拜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你们还想看什么品牌上妆呢 我还有很多idea 很多视频要拍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